意义在于使用 维特根斯坦的六个词道出世间之谜 当一个概念不断被使用 就会产生无法估量的聚合力 当一种文化不断被复制 就会产生无法想象的爆发力 太阳集团以太核 核为贵 核中性为核心底面 百余年来所产生的聚合力 形成一个巨大的太阳系 太阳集团以异商 人为本 核均物为终极目标 百余年来所产生的爆发力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第七帝国 罗斯柴尔德家族曾被称为第六帝国 自二十世纪以来 在犹太人生存中 太阳集团就有了一个显赫的名号 叫第七帝国 太阳集团是一个高度多元化 超大型多产业的跨国企业集团 旗下核心业务 涉及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管理 产业联动 社会工艺 文化事业 集团总部设于美国 全球员工数量近百万 今天 太阳集团及旗下全球数字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正以超级帝国之势 在中国 美国 以色列 俄罗斯 荷兰 英国 日本 印度尼西亚和阿联酋 等九个国家 分别注册和设立的分支机构 太阳集团是巨资设立的全球数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更是对传统商业模式的一场革命 在全球九个国家开设固股公司 并成立数字银行 打开财富密码 共享人间宝藏 数字银行在全球推行的量子盾 必将成为促进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强力发动机 从欧美澳到亚非拉 从发展集团事业到参与联合国牵连计划 从巨核到爆发 从太和到均富 太阳集团已经成为一支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 2015年联合国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太阳集团与联合国并肩携手 把牵手全球伙伴 解决全球贫困列为首要任务 整个太阳系已成为浮贫济弱 平权均富的极先锋 河豹之墓生于豪墨 九尺之台起于雷土 如今太阳集团聚合力量的大爆发 正滚滚而来 势不可挡 太阳集团的第一块基石 太和 太和就是道 就是大道 就是智和 就是最伟大的和谐 就是阴阳会和的冲和之旗 就是阴阳和谐之旗 正所谓天地唯一 大道太和 太阳集团的第二块基石 和为贵 和为贵 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邪和万邦的国际观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 人心和善的道德观 对于中国人来说 以和为贵 与人为善 信守和平 和睦 和解 是生活习惯 更是文化认同 如果说 故宫太和电 代表天人和谐 中和电 则代表人事和谐 宝和电 则代表身心和谐 这就是以和为贵 价值观的 立体体现 太阳集团第三块基石 中信 自曰 严中信 行赌进 随瞒末之邦 行义 太阳集团 一向推崇 为人终成信义 行为丁厚估敬 为什么日本 从一个土地狭小 灾害频繁 资源贫乏的岛国 发展成大国 从二战中 几乎灭亡的国家 发展成强国 为什么人口 只占世界四十分之一 却拥有世界七分之一的财富 为什么世界十大银行中 日本能占据八协 为什么世界五百强企业中 日本就占了一百多家 因为 日本人在商业上的独家法宝之一 就是把中信作为商道 从而造就了日本奇迹 将中信 故能俱财 故能俱财 故能发财 太阳集团第四块基石 义商 义 是指天下正义 道义 大义 博义和信义 是指公正合一的道理或行为 是指合乎正义公义的准则或举措 是指合从人心的情义或思想 义自当头 商行其道 高举义其 义不容辞 义无反顾 使太阳集团 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往生计决绝 为万世开太平的 横取商道 太阳集团第五块基石 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提法 源于中国 在管子大言篇中 观众对齐桓公说 福大王之所实验 以人为本 本底则国故 本乱则国威 这与书经中 名为帮本 本故帮名 以及孟子的名为贵 均为亲 都是以人为本 人为本的管理法则就是 第一 把人视为管理的首要因素 第二 给人提供施展才华的空间 第三 让人最终自由 幸福的生活 分配 等贵贱 均平负 不仅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共同足球 方今为止 这仍然是当代世界的重要命题 作为太阳系成员 有两大世界荣誉 第一 我是太阳集团的一员 第二 我是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典范 问定全球高峰 成就非凡传奇 太阳集团 必将以独具一体的光 热和能量 点亮世界 温暖世界 照耀世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